本期有剧透,请紧张地往下看 看完这部电影竟然不知道该从何讲起 因为每个情节的发展都能引起我的共鸣 小时候亲密无间的朋友渐行渐远的过程 我觉得应该所有人都经历过吧 我最早也是最深刻的关于这种情绪的回忆 是在小生初的这段时间 和片中的主角差不多的年纪 小学时候最亲密的朋友因为上了初中便逐渐疏远 当时口口声声说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后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新圈子,新朋友 这是一种令人束手无策的不知所措 片中有很多利奥的怼脸特写 感觉他在发呆又感觉他在想问题 一种我现在都会有的走神状态 感觉自己在思考,但又说不清楚自己在想点什么 总之就是一种无力感 好的,还是先做一个简单的剧情梗概 金发的利奥和黑发的雷妮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可是上中学后,周围人对两个男孩之间过分亲密的状态产生了好奇 流言蜚语逐渐出现 于是利奥便开始有意的疏远雷米 加入到新的团体中 可是忽然有一天雷米去世了 利奥陷入到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意识觉醒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利奥比雷米早熟了一点点 只是一点点 他开始在意性别 在意自己在外人眼中的样子 这里展开作为一个讨论 社会一直以来都在贬低女性特征 其实对于很多男性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女的就是不好的 随之而来的就是所有女性特征 女性会做的事情就是敌人一等的 你好娘啊 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包括那句问雷米和利奥的 你们是一对吗 利奥后来的保持距离并不能说他恐同 他更多的像是一种不想担任情侣关系中的女性角色 所以他后来加入冰球队 努力的融到最具有男子气概的那群小伙伴中 而雷米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他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和喜好安静的坐着聊天 按照往常一样和利奥亲密的肢体接触 其实整个过程中并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他们意识的觉醒有了一个先后 但我不是在说先意识觉醒的利奥就是好的 我也不认可这种偏见 纵然亲密关系终究会渐行渐远 但是也不必像这般决绝 我们能看到利奥对于雷米的疏远是忽然并且带着厌恶的 有种立马要撇清关系的果断 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了 正如利奥问的 为什么女孩能够亲密无间的牵手但男孩不行 这也是我上面说的 因为女孩的行为是低级的 和女孩不一样才是男性该具有的高级品质 于是后来当雷米再次躺到利奥身上的时候 利奥先是看了看周围的人 然后不让雷米躺在他身上 他非常的在意别人的目光 渴望融入集体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全部的自我去迎接别人 雷米也是一个敏感的孩子 他不是不知道利奥的疏远 最开始他只是不想承认 后来利奥没有等他一起上学 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自此两个人之间便有了一根刺 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 雷米是怎么死的偏中并没有明确的交代 是自杀还是意外 但这一切对于利奥来说并不重要 少年只会觉得是自己的疏远害死了雷米 影片后半段 利奥表面上还是面无表情 好像雷米的死对他影响不大 不过毕竟还是年轻人 是藏不住情绪的 我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难过 但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好像在说男孩子要坚强不能哭 直到影片快最后的时候 利奥在冰球比赛里摔断了手臂 才能借此机会哭泣 亲密 我们来认真讨论一下 利奥和雷米的这段感情 也可能是少年真的太年轻了 往爱情方面想会遭雷劈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融合着友情和亲戚的关系 他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玩着同样假装外面有敌人的专属游戏 有着与对方相关的关于未来的梦想 也和对方的家人非常熟悉 他们高度参与了对方的生活 对方的存在已然成为了自己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在后面要硬生生的撕开 才会变得那么的痛 这段亲密关系的终结 其实也代表了童年的消逝 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的青少年 想想自己好像也是 和小学的好朋友分开 和脑子里幻想的小伙伴告别 可能区别就是我自己的没有那么决绝 最后讲回电影结构吧 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结尾的时候 利奥和雷米的母亲坦路真相 是自己疏远了雷米 最后两个人达成和解 断掉的骨头会长起来 翻新的土地能长出新的花 最后的画面明亮的刺眼 利奥的奔跑我想到的是400几的结尾 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本片中的异象做的太过明显了 导致到最后情绪需要一个爆发的时候 没办法做一个铺垫叠加 不过前面有几处是做的非常好的 比如两个人第一次吵架之后 接上了翻新土地的画面 然后利奥拼命的做农活的时候 有种花光的力气 就可以不用去想太多的感觉 这些你要说是刻意吧 确实是目的性很明确的 但也做的足够优秀 还有导演把镜头拉得很近 又没有像是少女落合一样特写过度 在拉近亲密感的同时 让画面又有一定的距离感 这个做的特别的好 至于演员表演浑然天成 总之我还是非常推荐这部电影的 好的本期就先到这里 我是千小将 我们下期见 拜拜